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孟辰老師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今天是親民連假 最後一個交易日 先祝各位投資朋友們休假愉快 當然我也覺得 今天台北股票市場 真的有點瘋狂的一些感覺 因為你可以發現到說 從最近的行情 那種大幅震盪的趨勢 甚至那種次數變得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說 你沒有掌握好那種節奏的話 非常容易 就是追高殺低 反而住在套房裡面 這是我在連假之前 我必須先提醒 各位投資朋友們一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早盤台北股票市場一度很強 大盤加權股價指數一度上漲的超過百點以上 可是這種百點的時間沒有撐多久 就開始怎樣 就開始進行回撤了 你看就整個技術面的角度而言 雖然我過了前高 可是我居然留下了什麼 留下了一根長長的上影線出來 那這種長長的上影線 就跟之前一萬五千八百點 這個位階點上面 來去做一個 互相呼應的一個狀態 那我在昨天的節目當中 我也跟大家提醒過一件事情 我說我們在看行情啊 絕對不能用一天兩天的格局 來去做一個思考 它其實是一種能量的累積 最後產生一個結果嘛 就很像說我們在講軋空行情 那軋空行情的話 它必須要有融券 所以開始慢慢去累積那個券單 然後累積到一個量的時候 它才會有軋空的力道 對不對 那反過來 融資多殺多 也是因為我的融資 累積到了一定的量之後 它才會怎樣 它才會產生多殺多的危機嘛 所以我們在看整個行情 跟股票市場的一個狀態 絕對不要用一天兩天去判斷 而是要用一段時間 來去做一個規劃 所以之前一萬五千八百點有沒有 這裡上來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說我們華麗轉生 我們大獲全勝出場 後面磅下來對不對 那同樣的 當你再回到一萬五千九百點之上的時候 其實你說這個位階點上面 有很多套牢的股票 它還是持續的套住 它還是沒有做解套 所以新的股票上來 有人又在新的股票裡面 又被套住的時候 就形成一種連環套的一個狀態 那你連環套的一個狀態 那種最後變成滿手套牢股 那一旦它開始產生這種 這種殺融資的時候 它就會造成連續性的下跌狀況出來 所以為了要規避這種風險 我們一定要先怎樣 先提前的來去做一個規劃 來去做一個佈局 當然不是等到整個事情爆發出來了 整個大家都已經怎樣 都已經無藥可救的時候 才來問老師說你要怎麼處理 講實在的 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你先拉高現金 那我講你到後面 廉價過後 真的行情已經確定 它是非常穩的狀態下 我們再來去做佈局 所以呢 我現在要拉高現金 除了廉價的關係 還有一件事情 大家要特別注意 首先我們接下來要公佈 第一季的財報對不對 那美國它一定要率先的公佈 美國超級財報之後 就會陸續的去做展開 那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你從台灣的 很多股票的營收表現來看 基本上第一季的財報 我也覺得不會太好 不會太漂亮 那你如果說 台灣第一季的財報不漂亮 那一定會影響到美國 因為很多的供應鏈 都是在台灣 那你美國財報公佈出來 發現說其實已經有些 這個個股它開始產生危機的時候 那我告訴你 那個問題點 就會陸續的浮現出來 所以第一季的財報很重要 你千萬不能小看它 尤其是到4月份的時候 大家要開始公佈財報了 那這種財報公佈出來 絕對是怎樣 絕對會有一些震撼彈發生 那第二個 4月份國安基金它要召開立會 那這次如果指數還是維持在 15900點之上 那國安基金說實在的 它沒有理由還繼續留在場內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國安基金要去做退場 那你台股呢 是不是會產生一個信心度 信心上的一個賣壓出來 信心的調節賣壓出來 所以我也覺得說 這個問題點我們也要特別去做留意 你不能夠忽略它 絕對不能夠忽略它 那第三個 你說現在很多的個股 其實都已經漲到相對高漲區了 那你漲到相對高漲區 你沒有進場的一個條件 你沒有進場一個訊號 我講實在的 你在這個地方去追股票 你的風險是很大的 所以基於以上三種理由 我覺得退場觀望 會是一件好事情 我要控制風險 我才能未來的這個獲利 來去做一個準備 所以我上次呢 在15800點跟大家談說 我們要拉高現金嘛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也把一些個股出掉 其實你可以發現到 當我賣掉這些股票的時候 比如說3207的躍勝 出了在這裡對不對 當時大漲完了 我們會順利的獲利了結 了結完了之後 它其實股價也不再動了 你有發現到嗎 這些股票它也不動了對不對 包括4163的意態啊 當時在143塊錢 我們全數獲利了結 其實他們也怎樣 也上不去了 那為什麼這些股票呢 它並沒有跟著大盤 又漲上來漲到15900點 然後跟著上來 因為這些個股 就是我們之前操作的主流 但是新的主流跟舊的主流 它開始產生怎樣 不一樣的一個變化對不對 因為新的股票跟舊的股票 本來就不會相同啊 大家的位階不一樣嘛對不對 那你這些股票之所以會跌 那是因為他們已經漲多 來到相對高檔去 那我們取走價差有沒有 我說像液態啊107塊錢買的 當時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下去做佈局 然後呢做完這一段 大漲事成之後 我們獲利了結嘛對不對 那你取得這一段的價差就好了 那你說現在還要不要再去做它 當然我覺得先等等先不要 因為有新的股票它會出來 所以呢當時我們就把液態的資金 有沒有拿去做這一檔股票 叫加級啊大家還記得嗎 當時我說新的標的它要出來 一定是在行情回檔 所以我們買在138塊錢啊 只是我在買它你可能會覺得 第一個你對於行情會感到恐慌 第二個你對於這檔股票不熟悉 甚至你從它的技術面的角度來看 它的股價呢是跌的 它的股價是下跌的 所以你看喔 當時3月16號的佳績 它的股價就是走這個模式出來嘛 對不對 那我洪老師為什麼要去買這一支 我為什麼不把液態買回來 因為這一支的這一檔股票 它的位階來講 它的風險度來講 比液態還要來得更低嘛 所以我把液態的資金轉過來 轉過來的時候買在138塊 高價沒去的時候先撈買 當你的買點是對的有沒有 3月17號開始亮燈漲停 創新高上來 然後3月20號繼續漲個7%上來有沒有 這樣子一路的創新高上去 3月22號再漲10% 那你想想看138塊錢買的 那當時已經漲到了173.5元了 從原本的默默無額 開始變成大家都知道 那你的主流的資金 就是在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去做一個轉換對不對 所以股價呢就從這種位階 大家最看不起它的地方 開始第一根漲停之旅 當你第一根漲停出來 3月20號再創新高 然後到3月23號 22號的時候 它漲幅已經來到25%了 那我講過啊 你不要因為它漲停就感到興奮 因為股價漲多了 它所剩下的就是壓力啊 對不對 漲太多它又會有壓力 那你有壓力來的時候 你在那個位階 你反而要開始進行保守 所以我說我看好家機 但是呢來到高點區 我們也可以先獲利了解 所以我們出掉一半的部位有沒有 我告訴你說我未來還要再買回來 那一半的部位我們要再買回來 但是前提是你要有條件 你要有訊號 那個條件跟需要是什麼 就是很像這段時間 138塊錢的那個位階點上面 它要經過量縮整理回檔之後 它才會出現買點 所以你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你要等待 不要急啊 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是看到這個股票大漲才去追對不對 我也跟大家分享過啊 有些市場上的專家告訴你說 哎唷 我要送你標股 我要告訴你 這個你要買哪一支股票它還會漲 那當時175塊錢的家機啊 就是大家最愛的一檔股票啊 那你低檔沒有買你高檔才去追 講實在的 說實在你這175塊錢買 同樣都是家機喔 那有人取走價差 有人讓你租進套房 現在為什麼漲不動呢 漲多本來就會有壓力 你追高本來就會有風險 那做股票本來就要低買高賣才會賺錢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去追呢 就算它是一檔標股你低檔沒有買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那你的老師送你這檔股票 我是不知道它是要幫你還是要害你啊 當然未來是有可能創新高的 可是講實在的 如果下一個它在修正的過程當中 你追在高點 然後最後受不了 你把這檔股票砍掉了 那它才開始漲怎麼辦 不要覺得我在開玩笑喔 這檔股票我在買的時候 它的股價是從159塊跌到了哪裡 跌到了130塊 光這一段的價差就兩成了啦 這樣就兩成了啦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談啊 這個跌了兩成下來 就是保護傘嘛對不對 有人怎樣 因為追股票的關係賠了兩成 可是他把股票賣掉之後 相對來講我就有怎樣 兩成的空間可以讓我賺 至少嘛 這就是我們的規劃我們的想法 所以一個真正的贏家 在股票市場裡面會賺錢的 絕對不是用追股票的方式 而是在低檔區去找到會長的股票 然後等待機會來臨 訊號成熟之後 你才下去做動作 那你每一次呢 都把你的這種節奏 掌握得非常清楚 其實就股票市場而言 它可以幫你取得一個 長期而且穩健的報酬率 但是前提你要把功夫練好 你要把這個節奏抓穩來 那同樣的我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我會準備好一些標的 但是這些標的要有訊號 那我準備什麼標的 待會廣告回來繼續分析 沈東斗鋪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決不和公司派 大股東主力做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陈通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同步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大家好 欢迎回到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孟琛 在11点到11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在廉价前夕我们一定要为了风险来去做一些准备动作 当然你现在看到台股已经有一些疯狂的气氛出来了 这种疯狂的气氛有时候会让人家失去那种理性思考的一个能力 我们就讲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好了 比如说有一档股票最近讨论度很高 叫做星宇航空对不对 那星宇航空从过去18块钱新贵的股票大涨到哪里 它涨到了50几块 那这一段的涨幅非常惊人 但是你说星宇航空它到底值不值得这个价钱 你股价涨到了50几块 你去评估它的净值就好了 我的净值就有三块啊 对不对 那大家都讲说 哎呀现在疫情复苏啊 所以未来星宇航空会赚很多钱 如果说你真的看好疫情复苏 你真的看好航空产业 那为什么不去买什么 不去买更大的 比如像说2618的长龙航啊 对不对 那你长龙航还是赚钱的哦 甚至2610的华航有没有 这个都比星宇航空来得更加稳定许多吧 而且人家的市场占有率也很大啊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买星宇呢 所以呢这就显示出 现在投资人的想法里面啊 已经完全就是没有理性去做思考 而是完全的都把这种 风险值开到最大 那你一旦都把风险值开到最大的时候 很多股票在狂飙乱串的过程当中 你就很容易怎样 你就很容易追高三滴啊 那你一旦追到 比如像说星宇航空追在五十几块钱 恭喜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套 你就算有自救会 说话的 难道股价还会再还给你吗 它还会再回到你的成本附近 然后告诉你我钱还给你吗 没可能的事情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做股票真的风险的控制 绝对是第一要件 你除了要很会选股以外 你的选择也要非常的精湛 所以这就是孙子兵法讲的 你既然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要赚钱 你一定要不败给敌人的条件 对不对 是不是具备标股金很重要啊 如果不具备标股金我也不要买嘛 所以条件一定要符合 第二个你要有等待战胜敌人的时机 你要预测敌人的战绩 我们不要蛮干嘛 对不对 所以我很多的股票啊 我都是在大家非常恐慌的时候 我下去做切入下去做布局 比如像说年前跟大家谈啊 我说液态有没有 像你这个液态我在买的时候 勾给谁就会这样啊 你说这个看起来会涨吗 不会呢 看起来就很烂啊 这种勾表哪有可能会买的对不对 可是洪老师就在买 当时我在买的时候 指数还跌了139点下来 跌到大家都很恐慌 大家每个都在卖股票 机会就来了嘛 你107块钱买的 然后呢 1月13号的时候 就先涨7%给你 到2月7号再涨10%给你 这样股价上来 从原本的107涨到127啊 对不对 那时候涨上来的时候 很多投资朋友都还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那我讲啊 你不用知道它是干什么 你只要知道什么 这档股票还有没有空间就好了 那我说来到127.5元 它还有空间 理由在哪里 人在洗盘嘛 如果我用这么大的力道来去做洗盘 我的主力大户只愿意赚个两成 那我觉得这也太逊了 真的 这种做法就绝对不可能是主力大户 所以我说这个绝对还有空间 那有空间 你要买对价位才会赚钱啊 那我们当时买了107块钱 续报就好了 不要急嘛 果然后面再往上涨 涨到143.5元 涨幅34个percent 3月 从原本的那种默默无闻开始 一路往上攻嘛 甚至3月1号 我还跟大家谈说 再加码再加码布局买在哪里 买在136 再涨到了151块钱的时候卖掉啊 143块钱全部获利了解 全部出行掉啊 那你等到后面大涨上来创新高 我相信啊 你就技术面的角度来说 正常来讲 你应该在151块钱去追 因为它创新高为什么不追 因为它涨停为什么不买 你的老师每次都这样说嘛 可是就你的 就真正的结果来讲 你151块钱真的创新高 你跑去买了 有没有 你真的能够赚到钱吗 对不对 真的有可以让你叹息吗 这也不是一档股票 两档股票的状况而已啊 这很多档都是 都是类似这样的状况出来嘛 所以我说我今天要赚钱 我就是要买在哪里 买在这种低档位界的话 买在这种人家看不到的地方 因为向下空间有限 反转空间它很大 你等到未来都已经创新高了 都已经股价大涨了 你才告诉我这个股票在涨 那都没效了 很多个股都是类似这样子的啦 甚至有一些当时被动元件 也很厉害有没有 大家也都在喊被动元件啊 对不对 那你先想看啊 指数都已经涨过1590 你说被动元件追在这个高点 你有赚钱吗 没有吧 甚至一度还怎样 一度还打到了481块 这样子一来一回 我告诉你哦 一档股票价差差了多少 快多少 快100块呢 那你受得了吗 一张之后要10万块 你敢不动啊 所以你说追高真的会让你赚钱 我也觉得很怀疑啊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个市场上的专家都喜欢讲字 都喜欢带你去追股票 包括2492有没有 华星科讲实在的指数都已经过高了 当时你的老师追在104块钱了 他现在有解套吗 还在等解套呢 你讲实在的 你买高票等解套 说实在 这样做股票怎么会有意义呢 所以我说 如果你可以做到低买布局 我相信啦 你绝对不会想要去追啦 那你要做到低买布局 你就要有条件 你就要有什么 要有时机嘛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在买液态的时候 它是符合条件 有主力大户 在里面去做一个布局 那我运用标股基因 我把它抓出来 那你的标股基因抓出来之后 包括周转率啊 包括政府捐支笔这些 你都评估好了 那未来的成长性也够 OK 它就具备标股基因了 那你标股基因到的时候呢 接下来就是等待时机嘛 包括我刚刚讲的 指数跌了139点 我们全身而退之后 自然有钱可以去做布局 那时候买它最划算 因为大家都不要股票 我们有钱我们尽量买 那我们要买的 也是一样标股基因的股票啊 但是前提你要先做好功课嘛 否则我说实在 真的机会来的时候啊 真的机会来了 你也买不到 因为什么 因为你在怕了 就很像说6715的家机 当时我在买的时间点 你说这个位阶点上面啊 我相信我在出手的时候 很多投资本我们都不敢 理由在哪边 因为啊 你的指数是这样跌的嘛 对不对 指数从15800点 跌到了15200点哦 这样子跌了600点下来 你告诉我买股票 我相信各位投资朋友 你一定出不了手 为什么 怕嘛 对不对 会怕 当你一怕的时候 不敢出手 股价就上去了 等到你股价上去了 看到我真的 这档股票在涨了 等到你想去追的时候 又套在高档了啦 这就是节奏的问题 tempo的问题 选对股票 没有选到那个 合适的时间点 你一样赚不到钱 这就是很困难的地方 股票市场很难的地方啊 所以我说 为什么要去研究标股基因 就是这个原因嘛 那你研究标股基因 在搭配上什么 孙子兵法告诉我的 胜负理论三个原则里面 你的条件有了 接下来就是等待时机 那我要预测敌人的想法 我不要蛮干啊 所以我觉得 现在逢高上去 其实有很多的股票 人家主力大户已经在出货了 对不对 那你很多的标题是 前一天涨 包括六四七的宝瑞啊 前一天大涨 创新高涨停 可是你追在这个高点上面 你也是同样赚没 就变成你赚不到钱 那你想想看 你要去追股票会赚钱 还是低买布局会赚钱 有人在保瑞上赚很多钱 都是在这种低档位阶 下去买的后面才有大赚的空间 那你现在反过来了 人家都已经涨到高档了 你再去追他 那你当然没有利润 你说有风险啊 说不定人家到时候一洗 把你洗完了 洗掉了才愿意上去 这都很正常啦 过去我看过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说我做好准备啊 但是这些个股 我也可以提前先告诉你 但我先遮起来 因为我很怕你自己跑去追 因为你一旦追错了 真的我们要做进场的时候 你反而没钱 这就会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说我准备好像这个啊 三叉叉叉这档标的啊 你从它的金流比来看 1200跳到300 周转率也拉升到6% 那这些大量的资金 偷买对不对 这未来一定是一档标股的嘛 但是呢就算它是一档标股 我也要等它回撤再说 乖离太大 它会进行收敛 所以我不要急 同学你等我指令 我们再来去做动作 还有包括这一档6XX 这一档股票也是一样哦 金流比从1100跳升到前49 这一些大量的资金 偷偷在买 这跟当时我在买保胜的时候 非常相像啊 那当然哦 你不能等到 这个你不能在它大涨的时候去买 你要等它回撤 因为啊 它陆续有专案入账 从原本的亏损开始转回获利的时候 量收回档 机会来了 我自然会去买 但我相信那个买点 都会是在大家很恐慌的时候 都是在那种行情啊 大家最看不好的时间 我才会去做出手 那什么时间点 我也没办法跟你保证 但是你就跟着我们指令 我们一起上车就好了 所以呢 在操作上来讲 廉价之前我们拉高现金 廉价之后 会自然会有很好布局的时间 这段时间不要急 维持节奏 绝对是对你最大的一个帮助 任何我们操作了 欢迎扫一下这个QR Code 加入洪老师的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把小铃铛摇起来 感谢大家介绍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